你能用我自己喜愛的事成為一份事業 何其幸運呢 每天開工都很棒 又有新事件 很棒 今天有什麼不同的事 可以享受的經驗 所以每天對我來說都是幸運日 對我來說 人家七年之養 我在事業裏都有七年之養 七年之後 七次一個章節完結 亦同時是另一個章節的開始 加上特別之處就是我剛剛29加1了 所以這個新章節的感覺是很濃烈的 所有事情都要更加加配努力 你29加1 亦都拿了一個有一定份量的獎項 你怎樣去繼續突破自己 在下一個範疇 你這七年來做過的事 下一個範疇可能是 做這七年來沒有做過的事 要更加去突破 就是會想這些事情